各位機迷期待很久的PS5香港版就快在11月中正式推出 已經訂了機的朋友可能都知道這部機有一定的份量 但到底大成點呢 Price編輯部今次就要和大家做一個快速開心片 至於功能、操作、遊戲表現是怎樣呢 就要等正式買街有多些遊戲玩 先和大家詳細介紹 如果想知道這部機的最新價錢就去Price的連結看看 現在立刻和大家玩這部PS5看看 第一眼看到PS5的盒子比我想像中大很多 我自己都要花點力氣才拿起 我們找Router盒子比較一下 這次我想真是辦不到Splash Speed 5 打開盒子看看裡面有些什麼 除了PS5主機、一個手掣、說明書 還有一個裝配件的盒子 裡面有一條HDMI、一條電源 一條USB Type-A去Type-C 還有一個主機座 方便你打橫和打直擺部機 先將PS5拍到PS4 Slim看看 新機不單高了、更厚身 但就沒有那麼長 不過都真的大足成一個馬 重量就有4.5kg 再提清楚機身造工 就有眼看機身好像有點膠膠的 但摸上去機殼就有磨砂和凹凸的質感 細心點看 原來鋪滿了圓圈靠叉三角形和正方形的按鍵手掣圖案 至於連接口 正面就有一個USB-A和C插頭 另外今次借回來的PS5是光碟版 所以就在一個放點位置 而在主機後面就有8字電源頭 HDMI、LAN port和兩個USB-A 有齊整日用的插頭 至於手掣方面 今次PS5的Dualsense手掣 網絡和PS4不算有太大分別 但就明顯比較聚手和握手位比較厚 再加上白色外口部分 亦都用了PS5主機一樣的凹凸圖案 手感的確提升了不少 之前同時亦都參加了PS5試機會 他說今代手掣是震動感應 會感覺到有不同力度和阻力 原因是因為新手掣加了全新Adaptive Trigger 動態阻力功能 另外就算你在草地、沙地、油緊水都會有不同的震動 至於詳細的觸控感受 建議大家買了一部機之後 試玩下跟機的Astro Playroom就會看不到 由於時間關係 今次我們只可以做到新機的開箱 至於操作介紹、新遊戲試玩、PS4的遊戲兼容 連接電視打機看器和連接其他配件的測試 我們就想等PS5正式推出之後 再同大家做個詳細的評測 講起PS5配件 想同大家介紹一下兩款支援新機遊戲的耳機 它就是Sills Theory推出的 Arctix 7P和Arctix 3 console Arctix 7P專為PlayStation 5設計 同Tempest 3的AudioTag完全兼容 而且支援到PlayStation 4、PC、Android和Switch 採用無失震的2.4GHz無線音訊設計 做到零延似效果 配備了Discord認證的Clearcast雙向咪 而Arctix音訊就可以令你聽到每一個細節 成為你打機的優勢 日次充電就可以用到24小時以上 就足夠你的日打夜打 現在Price就賣1599元 另一款Arctix 3 console 一樣適合PS5和其他遊戲的Plattform 配備了Clearcast雙向咪 超低音S1高級喇叭驅動器 可拆式3DMM線可以連去PS5、PS4、Xbox Series X、S、Xbox One Price就賣699元 有興趣的朋友就記得留意 大家最想看我們試PS5甚麼功能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接下來我們很快就會有新片和大家見面 所以記得訂閱Price YouTube Channel 再按旁邊的鐘 再見囉